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請來特別嘉賓關Sir 嘉賓,關Sir,你好 你好,你好,Debbie 為甚麼要找關Sir來呢? 因為有時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都說得到 關Sir最清楚政府盤數 上個星期,才爺陳茂波出了預算案 之後發覺都沒試過 早上聽電台節目那麼多人投訴 我沒有投訴 你沒有投訴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有些技術性問題是應該要做的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拆解一下政府盤數 因為關乎到未來我們香港的經濟怎麼走 以至投資市場究竟應不應該重新 因為經濟的走向而再把脈 剛才你剛才說有些古怪 在數目裡面出來之後 可不可以粗略說一下你 初初一看政府盤數之後 其實你第一個反應是怎樣的? 為甚麼這麼少財赤 Where is the beef? Where is the財赤? 哪些財赤死去哪裏? 之前猜得多了 我猜了4000億的開頭 最後就看回一些數字 開始向下條 3200億 3200億 誰知道出來它是2500多億 原來這2500多億就是上帝之手的傑作 原來它有些所供回撥 和發行綠色債券 加上800多億的 其實真正的數字是3400至3500億 的赤字 是啊 現在按下來了 人人為地按下來了 因為這些回撥是很特別的 為甚麼今年要做呢? 因為太酸 那要擦數 擦乾淨 擦乾淨 但是你看看下年的數字 是恐怖的 因為上年預計下年 就80億的赤字 但今年預計就是過千億的赤字 是啊 很大的 為甚麼今年先回撥保住呢? 為甚麼不攤分一些 去下一個財政年做呢? 可能下年也要回撥 是吧 你看走勢都是 很簡單的 因為賣地的收入已經不是 江輝期已經過了 那你有很多的稅收 會因為現在經濟 就算反彈都不會很強 只是靠有技術性的 低基數問題 是吧? 我猜到今年有5%增長的 那個經濟 是啊 但問題是這個是低基數問題 因為上半年的同期 就是-9.05% 是 那你 喂 如果你比上年還差 你都挺可憐的 所以Q1Q2大家覺得經濟有反彈的 一定是爆上來的 爆上來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是假象 當然是假象 香港都沒有試過負9.9%以上的收縮 那這個財赤呢 就是綜合盈餘財赤字的數字 其實我看到政府有些估算都挺有趣的 就是之前很多政府官員都開定口說未來幾年都會有赤字 是啊 那這次你見到他突然間的估算 在2526年的財政年度出現了盈餘的 但我記得你之前跟我說過以你的模特兒去計算 應該還未成功的 是否 那年年財赤 因為他是結構性財赤 他為什麼做到26年有營餘 因為明天大雨下上晚 啊 告訴你 我那年有財政的儲備 我的模特兒做出來 就是叫做年年財赤 其實就是結構性財赤 因為你過多幾年 那個人口老化還要緊要 那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其實今年已經出現人口的萎縮 但是這個萎縮可能是跟疫情有關 因為下年可能有些所說的 單程剩下一次過兩年 追回來的 但問題始終都是有人萎縮的 我們那個智庫就預測就是 在2040年之前出現 政府就2041年出現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就覺得是會做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經過這兩年香港的洗禮 你看到就應該有一個所說的移民潮 不管它多還是少 是不是 那一定比正常多 那那個情況 生孩子會少了 不是疫情了 就是有些可能選擇結婚不生孩子 也是 是 明白 就是不結婚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是啊 如果來香港就可能有些不生孩子 有些就移民了 那很多事情 變了你那個 因為你看回現在香港的死亡人數 今年 就是2020年 是多過出生的寶寶 是啊 所以自然那個人口減少了6700多人 它叫做死亡交叉 沒有這個技術性的定義 是他們作下去的 通常這個部分就是一個 是有人口死亡 就是靠單程證頂住 但是過去十幾年 開始十年 我想那個單程證的數量 平均拉運到四萬 比較鬆 但是應該是五萬多 是 去年其實是少了七十幾個巴仙的 單程證人數 說不到你 通關 那通關之後 我們的人口是否會增加 是啊 會突然會在2021年爆上去 是嗎 你猜會 因為它很簡單 當你2020年 只有幾千人進來 那平均每年都有四萬 那三萬多 退到2021 那2011再有正常那幫人下來 不是有六七萬人下來 那變了那個數字 可能有機會 蓋到那個移民數字 但是問題就是 當去2020年的時候 就真的要比較了 是嗎 如果那個部分少呢 就是單營證的數字 補不到 那就真的開始練練縮了 是 那個問題大了 因為大家都看到一個圖 就是最新的 就是臨時數字的估算 就是2020年 本港的人口 大概是747萬人左右 這個兩岸年跌了0.6% 是02年以來首次錄得跌幅 跌幅計就是1961年有紀錄以來最大的 是的 但是剛才你提到一點就是 究竟接下來 如何量度移民的趨勢 是 因為最新也都已經有一些統計數字 是 差不多去年前年 有接近5萬港人 其實是移民 是外地的 不回來而已 是 不知道 以你的經濟學 有沒有一些可以揣摩到 究竟是否成為趨勢 出去當然有 因為身邊的朋友 有人走 不回來也有 我打算回來香港 就不回來外國算數 但是我住的屋苑 從來未見過這麼好賣的 是嗎 我是龍美樓 為甚麼這麼好賣 價低 是的 農曆年期間其實有很多成交到 大家很驚喜 但是從來沒有這麼厲害 沒有雙位數字交投 平時等到頸位長時間賣到一層樓 現在這麼好賣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從那個交投量 這些一定不是一些叫做換上去的 因為都算大的單位 那變成你一定是想著 但是我那裡通常都是廠家專業人士 那我感受到 還有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想著走 還有已經有人走了 那問題就心軟了 因為請到你來 現在是從一些經濟學 又或者人口規劃方面 那個角度出發的 這樣人口萎縮甚至有機會已見頂 暫時的趨勢看似樣 除非你說 一定慢的 慢的預期 那會有甚麼後遺症 還有政府怎樣針對這件事 後遺症很簡單 你人口萎縮第一件事 就影響了那個勞動市場 那個供應數量 有多少人可以在勞動市場工作 那如果走這班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專才或者是精英 不用說精英 都是年輕一點的 那老一班就退休 加上有一部分在中間 做工人走人 那你想一下那個勞動市場 萎縮的情況 多快 因為勞動市場已經預計 是這幾年 可能今年直至到未來兩三年 是見了頂的 那這個一定是見了頂的 我可以告訴你 勞動市場是見了頂的 還有有機會下來的 當勞動市場的人數少了 就影響你中場經濟的增長 少了人做工 稅行稅收就少了 多了老人家 知識多了 就結構性財政 就是基本的 就是支出多了 收入少了 經濟慢了 是 那樣樣都好像 就是一個連續三槌 扔過來的 那令到你 為甚麼叫政財政 就是你根本就入不副施 是 那如果這樣 其實政府應該感受到這個問題 因為說真的 他感受到 不過不告訴你 是 他有沒有對證下約 我想你的角度 他沒有做過 你很簡單 過去十多 十年時間 你說的人口的計劃 或者是一些所說的 增加那個人口的 所說的生活率 政策 仍然是低 香港大約 現在最近的數字 是1.12 就是生活率1.12 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 因為你要生到兩個 才可以對著一個雙人 一個雙人 一個雙人生1.12 其實是 不夠一雙雙人離開這個世界 那麼嚴重 那就變成 你現在正在財政 你現在正在財政 遲些生亭鬥出來 我幫忙小費 可以 可以 多供幾個出來便可以 那麼 那麼問題就說 是很恐怖 不過恐怖得來 其實都是一個 亞洲區的問題 嗯 很多地區 很多國家都有一個問題 你會很驚訝 就說 有些跟香港差不多的地區 為什麼都是這麼低的生活率呢 就是我不會說 香港的人特別低 這個在97年之前出現 不過其實人家 那幾年之後 那幾年是這樣 人家正在對證下 人家正在做事 譬如日本為例 不知35歲以下 生嬰兒的 就有津貼補貼那些 還有譬如新加坡那些 那些人工受孕計劃那些 其實也都有很多的支援 還有它有 有import那些輸入勞工 另外 你知道日本是排外的 但現在都要增加輸入勞工 還有它有一件事 日本現在給女人做工 那是 增加女性的勞工 給女人做工 增加分 就是不喜歡的 那些導賓師都可以去炒 聽你這樣說 香港真的有少少長遠的問題 你也沒有一個刺激的人去生育 一向都低於過去十幾年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一些輸入外奴 補充現在的勞工短缺 如果一旦復甦 這個是正確不正確的 就被人罵我 但問題是 當你勞動市財不夠人的時候 你變成本會高 你增加成本 變成競爭力差 你又老又競爭力差 沒有人選擇你 說真的 政府都面對很多難關 亦都知道有這些問題存在 問題是 短期內究竟應該先解決哪些 又或者怎樣 其實剛剛見到財政那份報告 不知道是否有個感覺 就是省著洗 大家都說 因為他期內說 財政年度開始是減少超過一成 但是其實就開徵了一些新的稅行 希望收入方面 就多回大概9%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趨勢是否會繼續 因為有時我們財經界 就很流行拿著儲備來講 儲備開始燒一下燒一下不行 燒得太多錢 就會有趕完危機 又說會被人衝擊 又說屠空庫房 那樣的 葵Sir 有沒有感受到這些警號出現 他都做了數 他上帝之手抹乾淨 抹乾淨 如果儲備 我看到了 9,027億 其實應該扣八百多億 其實八千二百多億 因為他回撥了很多東西 加上Green Bonds 那就是說其實他令到人感覺 我們現在計出來的表面數字 就佔政府十三個月開支 不過很多人這樣說 這些都是藏下的錢來的 通常我們不動的 為什麼動的 有危機才動 是啊 即是說明天有危機才動的 那就是說你當你現在放真正 是放三千多億下去財赤 其實一百千多億 就是說你少過十二個月 是 跟著下年又一千億財赤 是啊 那怎麼搞呢 逐一來就 結構性財長Annie 我已經預測過了 我上年有個報告出了 解釋給你聽 你不解決的人口老化的問題 或者不改善你的勞動市場 那個供應量呢 你無法解決香港經濟增長 那經濟增長一萬 又加上你有老人多人越來越多 那財赤是連年都有的 就是這麼簡單 之後呢 肯定有人說的 你那時候對比回 現在疫情 03也是疫情 那時候是SARS 那你那個儲備 都跌到二千三百多億 大概建了底 之後就逐步回升 我不知道未來幾年 其實有沒有一個這樣的 神 不可能 短期不可能 因為你的數據告訴你 未來 下年一千億超過 然後再三年都是要財赤的 通常他們估的數 當然是財赤 一定估得是比預期為少的 很簡單 上年就估一百三十九億 應該是下年 然後再估一次 然後一千億 過千億 那就多成六七倍 你覺得這幾年 譬如 如果儲備這樣跌 會不會被 例如很多人都會說 外資 大造文章 又或者會來做事 會 因為很多時候 外資都會看到 因為這是很透明的數字 外資一定會 第一件事說 如果你的財政 情況不改善呢 不斷地消耗你的財政儲備 它又會說你的聯繫匯率 因為你需要很龐大的儲備 支持 支持 聯繫匯率 就算今次發行 Green Bonds 我也有說的 短期你發行的債 不過你要還 是的 但問題是你沒有錢 你想在現金內搞事 那就要發行Green Bonds 但問題是 逢真的做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 人人感覺 你一件不做 原來你在床底拿這些錢出來 補貼這件事 一定是有麻煩的 是不是 聯繫匯率 不能夠被人覺得你是麻煩的 這件事就是 我們所說做到聯繫匯率的人 就知道 過多幾年 你不斷 因為你在床底的事 始終刮光 除非你外匯基金能夠 一定賺2000億給我們 上年有1900多億 但這個1900多億 可能下年就蝕回900多億 因為又賺又蝕的 你猜你 如果年年賺2000億給我們 神仙美 我不生產 我叫我們HAMA去炒給我 我們過來坐著賺錢 你炒東西這麼厲害都不行 不行 你炒東西越炒 我給你炒 炒贏了 回報一定越來低 問題是這樣 因為現在正值的經濟收縮 連續18個月的經濟收縮 如你所說第一、第二季 因為低基數效應 應該也有些反彈 還有接下來 那些疫苗已經陸續到 很多人打算接種 都已經爆了 然後你見外圍 譬如歐美那些 亦都是生產方法數 打得很快 打得不是很快 但是英國就相對快些 美國第二 但是打到英國都是5.30% 三分之一 美國大約兩成鬆一點 我想問的就是 如果港版經濟可以好一點 會 其實政府可能有機會 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是要建立那個庫房 不用了 通關就多錢 就是這樣 很簡單 你首先做以前 你可以賺錢的事情 但是當然 我相信 沒有那麼多內地人 下來香港的了 我們的感情有少少 有列民的了 有列民的 要修補 可能要去那些 調解中心搞 才行 在這個情況下 一定是通關 這裡會刺激那個旅遊業 其他出口和內需一定會加強 因為我看過 剛才做完研究關於 以色列和打疫苗 現在以色列大約50幾% 它現在的感染率 其實感染所謂是大幅下降的 剛剛那個研究員工人員 發送給我 我看到那個數字 那個圖嚇到我 嘩 這麼厲害 是真的嗎 剛剛才做完 他掙問就是 他越打人越多 確診數字越來越下降 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人打 我不知道 香港人未必適合那種疫苗 但問題是 全世界似乎看到一個 當然是說 越多人打 他的確診數量是越來越低 當然要說美國 還有幾萬人 但美國高峰30萬人 是啊 跌了很多 嚇死你 死亡率正在下降 說真的 最重要的確診數字 死亡率你餘了 因為死亡率是滯口 很多人在醫院 熬了4、5月就要死 即是那些嚴重的 他不會讓你即時死 他假裝救救你 有些香港人也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那可否說你的看法 都叫做審慎樂觀 我樂觀的 因為如果以原藥科學 都打不贏這些病毒 我們要收皮 哦 這樣 是 一定行的 一定行的 就是你妙T了幾快 你知道你熟殺人熟人 你妙T了 通常有一樣很有趣 他當他轉變 他越變越弱的 可能傳染性 好像那樣 1918年我們研究的時候 西班牙流狗 他存了三次 第三次就無息地不見了 我們也希望是這樣 希望是 大家都想見大家 可以出來吃多些飯 如果是這樣 我不知道投資市場 反映了多少 因為上個星期很血腥 整個區內市場散了 第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美債息抽得很厲害 10年債息上過1,6 搞到美國又好 區內全部散了 然後再加我們一個 突然間政府拋出一個股票引花稅 是 那就借了這個食口 再沽深一點 上個星期大家都說 南下資金 首創紀錄地撤退 是不是 大媽比乾媽 我上次說過 大媽比乾媽 大媽比乾媽 經常說大媽蠢 其實我這些本土大媽更蠢 她騙了 這次就是厲害 她真的騙了我們手 她走快我們 一走完就想成這樣 其實從來都是 是的 基金那些滯後公佈 她走過去才知道 是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覺得 浪高給大媽吃壺 人家吃了壺 不是吃大壺 不過你們就出衝給別人 那這個trend怎麼看呢 你現在的操作是怎樣 面對影響市貨的因素 我這樣看的 首先美國十年期債息 裏的長息 中銀行有很多工具可以押著它 最近今天上午已經聽到 在澳洲已經加大量寬 按它下去 另外有幾招 這個是技術性的東西 而彈述來的那一刻是應該的 為什麼呢 它過敏是升得多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色律正行化 在一個預期復甦當中 是應該彈的 如果不彈就更糟糕 如果不彈就代表什麼呢 你不預期復甦 但是怕彈得太急 所以就要修正 就是靠這個彈 修正之後 令到股市很貴的股市 沒有那麼貴 永遠在這個大牛市當中 一定是走貨境的 一定會有很多藉口走出來 令你覺得市是爆破 我就覺得還沒有爆破 因為始終當那些人明白了 那個長息是可以用一些貨幣工具去按住 那你就知道那些人 有所說的淡友 就說 哇 爆了20厘 那些不懂事 20厘就一個80年出現過 以後不會再出現 不用想 你看回一些長遠走勢 那個長息不是這麼走法的 是一浪第二浪的 但是無論如何 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中銀行是有很多工具 可以壓住 另外一件事 其實通脹在這個世界上 說通脹預期 我不是說通脹 你看回很多的service 那些調查和中銀行的計法 是完全是 仍然低於要求 分水嶺 通常2%聯儲局有段時間都不到 百分之二是三年 上個星期 PCE 那個私人消費支出的價格指數 都是按年升1.5% 那個就是計我們聯儲局 要出手 1.5%跟那個分水量持續2% 差很遠 不過現在就是資產市場通脹 其他東西就低迷 但是沒有辦法滲透下去 對實質的價格 通常你看到油價 或者是 基本食物的價格升得很快 但是我們的問題就是 始終那些價格波動很重要 我們永遠看數字 看核心通脹 核心通脹其實就是PC 1.5% 就是撇除了食物 價格能源 他根本加不到息 是 言下之意 我覺得你又是審慎樂觀 對股市 就是要看著momentum來做 就是最近可能都是走火警 是短期的 我覺得暫時是走火警 通常是這樣 我不是神 我又不是乾媽 又不是女股神 但是我有個圖心門 叫你乾爺 乾爹 不行不行 但是我們圖心門就說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跌破一些位置 我相信是要 就是 紙虧也好 玩劇走的 二萬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 我走完之後 原來我錯了 我就走上去再賣 但是起碼我知道 不會輸死 可能接下來 市理會預算是比較大波動的 大家要看 對呀 然後人們發現 原來我這麼蠢的 那些息是可以禁得到的 因為他希望他彈上來的 是 你長期低沒有理由的 即是說你經濟沒有活力 彈上來又說你 你聽是可以禁得到的 那就離上 當時聯儲局 不是出過那招 那些operation twist OT 禁牆劑 都禁牆劑 整個OT 是不是 operation twist 叫做扭曲操作 很多事情 你加大寬鬆 很多事情 實際環境 不是你所說 有通脹彈上來 那些人是夢幻地 發展夢 覺得那些通脹 因為他怕 他會說 N那麼多的理由 令你要離牆 很多事情要明白 所以我們這些大師 我們是不會害怕的 是嗎 見慣風浪 你十十歲 八七古裝 八七年都見過 八七輸到 半都保證 差不多 我當時還沒見過 你也沒出生 我太年輕了 八七我們見過很多大浪 所以你說 有些人說 長色會飆得很厲害 八年代 根本就是傻的 你有沒有計過最盡可以彈到多少 大約這個水平 這麼急回 其實已經差不多1.5 短期見到頂了 很簡單 不會突然間 那天在星期五 一碰就下 是嗎 還有他如果穿了 那就是OT 或者是加力寬鬆 拜登不會這樣 給美股 在他第一年上場上 不行 嘩很肉酸 他在歷史上第一個總統 一上場 令到整個經濟 全球推現1929年 不就很糟糕 就是拜登 明白 大家就聽得懂了 關Sir的意思 今天非常開心 關Sir和我們分享了 除了政府盤數 接下來經濟走向 以至是通脹前景 引發投資市場的一些 接下來的前途 應該怎樣 關Sir都好好幫我們詳細解釋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你 下次再來 拜拜 香港會預期出現人口萎縮 大家都覺得很驚奇 為什麽香港這麽符泊的經濟 都會有人口萎縮 但不是 四小龍 其中兩個小龍 台灣和南韓都出現人口萎縮 譬如南韓就在2035年之前 就會有人口萎縮 台灣也是差不多的時間 為什麽這些發達經濟體 會有人口萎縮 其實就是生不夠子女 生不夠子女 生不夠子女當然有很多原因 但問題就是政府要有一 很優質的人口政策 能夠推動人口的增長 才能夠解決一些所講的人口老化問題 雖然 這些應該是絕對